朋友们好,欢迎逛领菜宴游室的庭院棕菜频道 棕花棕菜,免不了若丛子打叫道 认识常见的庭院丛子,是丛子爱好者的必须口之意 我们都知道,只要在院子里棕花棕菜,就会造来丛子 当然,不知谁的丛子都是害丛 有不少丛子是异丛,如密封 瓢丛,草林,螳螂,石鸭银 有些丛子虽然是害丛,但危害不大 如燕尾蝶,枝鸟,麻萨 这些丛子不建议除掉,让后院充满生机 但蔬菜危害大的害丛,还是要积极防治的,不然产量很低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汇集了25种最常见的害丛 中英文代照,高清图片和录像 希望朋友们能认识所有这些害丛 以有的方式,尽早防止害丛,把害丛的危害降到这一地 接下来,介绍院子里最常见的25种害丛 排名不分现后 日本金贵子来自日本,传入美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日本金贵子的成虫最喜欢蔷薇荷植物 如玉姬,樱桃,李子,桃子,苹果和李子等的叶子 除了蔷薇荷植物,日本金贵子还特别喜欢吃葡萄叶子 豆蔻植物,如各种豆角的叶子 葡萄蔻植物,各种瓜类的叶子 有时,日本金贵子一边吃一边辣 金贵子的粪便会制造细菌和病毒 日本金贵子的右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奇草 Grubs 躲在土里,专门吃蔬菜花卉的根系 2.南瓜橙 Squashbug 南瓜橙喜欢几十个,几百个的聚集在一起 让人头皮发麻 南瓜橙主要为害葫芦科的植物 特别是南瓜和西葫芦 南瓜橙的橙卵很容易辨证 车友们看到这样的橙卵应尽早处理掉 3.黄瓜橙 Cucumber beetle 黄瓜橙是北美的本土物种 怪不得别人 黄瓜橙分成条纹黄瓜橙和半点黄瓜橙两种 黄瓜橙主要为害葫芦科的植物 如黄瓜、丝瓜、南瓜、甜瓜和葫芦瓜 黄瓜橙带来的细菌导致枯胃病 给黄瓜而很多瓜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黄瓜橙是车缘里最难防止的黑虫 4.斗野甲虫 Bing leaf beetle 斗野甲虫扎一看很像半点黄瓜橙 但仔细看两者与明显的区别 斗野甲虫的脖子上是一个刀三角 半点黄瓜橙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小蘑菇 斗野甲虫在农野上主要危害大豆 在庭圆种子中危害各种斗角 5.地老虎 Cutworm 地老虎是很多耳枝的幼橙的种春 颜色胖瘦有些不一样 但看起来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地老虎在草地 测地和花朴地非常常见 遇到什么吃什么 隐私地里的小苗被啃了头 很可能就是地老虎干的好事 一般来说 虫子的中文名字比英文名字更加形象生动 但地老虎是个例外 我觉得Cutworm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一种喜欢Cut羊苗的虫子 6.前一层 Leaf Minor 前叶层是不同的昆层 如叶层 耳枝 而苍蝇的幼橙的统成 前叶层有很多不同的物种 但蔬菜危害最大的前叶层 是一些苍蝇的幼橙 幼橙躲在叶子里面吃叶子 就像外面的矿工 所以前叶层的英文名字 是Leaf Minor 即叶子里的矿工 前叶层危害很多蔬菜 花卉果素 独葛 和一种Ivy上也经常看到前叶层 苍蝇的幼橙就是去 被前叶层感染的素材建议不要吃了 谁也不去这么一点点高蛋白 7. 抽壁纸 穿一项 Stinkbug 抽壁纸 也就是抽大结 全世界各地都有 种类繁多 美国常见的抽壁纸 是这种绿色的 上一世纪90年代 从亚洲传过来一种新的抽壁纸 叫做Brown Marmorated Stinkbug 这种抽壁纸是外来入侵物种 更难代付 抽壁纸危害果蔬 豆角 和其他很多植物 抽壁纸是一股难闻的臭味 但这几年在正国成了美食 我弟弟有几个朋友 今天去西安游玩 每天都点一把抽壁纸 炒花生米下酒 吃个之后 还骄傲地在朋友圈显摆 我下次回国 不买礼物给我弟弟了 准备到车底里 扎几个抽壁纸送给他 8. 粉丝 Whitefly 粉丝的英文是 Whitefly 即白苍蝇 但粉丝不是一种苍蝇 与牙蝇的情缘关系更近 粉丝像牙蝇一样 系植物的枝叶 为害很多常见的素材 花卉和果蔬 粉丝除了直接系植物的枝叶 还能全部病毒 9. 芝麻 Thrips 世界上有6000多种不同的芝麻 不同的芝麻 威害不同的植物 芝麻很小 需要仔细才能看到 室内植物 和院子里的植物 芝麻都喜欢 威害很大 10. 剪刀虫 Earwick 剪刀虫的书面语 是驱兽 两个我永远也不会写的字 剪刀虫是杂食动物 主要吃腐烂的树叶 但靠近地面的树柴叶子 剪刀虫也喜欢吃 11. 小黑飞 Fungus net 小黑飞是一种小苍蝇 家里种植物的人都知道小黑飞 飞得很快 不容易打到 很烦人 小黑飞的幼虫 一种很小的区 生活在土里 威害植物的根系 12. 圆村 Lifted Bug 圆村的成虫和弱虫都危害植物 圆村最大的特点是后台很特别 看起来像植物的叶子 所以叫做Lifted Bug 圆村不这么挑食 什么植物嫩 什么植物织水多 它们就吃什么 13. 牙虫 Ephid 牙虫是进化的最成功的动物之一 几乎什么植物都吃 对蔷维蔻 菊蔻 和豆蔻植物的危害 尤其之大 牙虫最喜欢的植物 是蔷维蔻植的月季 院子里种月季的朋友 对牙虫最熟悉了 除了月季 牙虫也特别喜欢各种菊花 含于豆蔻植物 如蝉豆 14. 草地 汤叶鹅又称 阿梅王 草地 汤叶鹅又叫秋行军成 它是秋年成 主要危害河本科植物 特别是草坪 15. 科罗拉豆马铃薯甲虫 科罗拉豆 Potato Beetle 科罗拉豆马铃薯甲虫的层层和油层 都会造成这植物的危害 科罗拉豆马铃薯甲虫最喜欢吃马铃薯 及土豆的叶子 但在其他切口植物 如番茄 茄子 辣椒 也有不同程度的危害 16. 银纹叶鹅又称Cabbage Looper 像数据的吃货一样 银纹叶鹅又称爬的时候一拱一拱的 银纹叶鹅又称洗食十字花口的素材 也喜欢一些橘口素材 特别是awson 17. 南瓜亭组成Squash Vine Borer 南瓜亭组成的层层是一种耳汁 层层不危害植物 危害植物的是幼层 幼层最爱南瓜和西湖乳这两种瓜类 如果不防止南瓜亭组成会让瓜类颗粒无数 18. 叶层Leaf Hop 叶层是织料的尽情 看起来就像迷你织料 叶层是织物的织 对大多数织物有害 19. 磕头层又层 Wireworm Wireworm的成虫是磕头层 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 只要按住它它就不停的磕头 磕头层又层生活在土里 危害植物的底下部分 如红薯 土豆 二是红蜘蛛Spidemite 红蜘蛛是一门的俗称 红蜘蛛不是一种昆虫 它是一种蜘蛛缸动物 与蜘蛛蟹子和皮虫之亲戚 红蜘蛛的蔬菜花卉和果树都有很大的危害 21. 鼻涕层和蜗牛 Slugs and Snails 鼻涕层的真实名字是柯鱼 但柯鱼这个名字太耳口 远远没有鼻涕层去地区 鼻涕层和蜗牛都是浮竹缸动物 兄弟俩一个人还没房子 一个人已经买了房子 鼻涕层和蜗牛什么蔬菜都吃 但最喜欢吃沃绳的嫩叶子 22. 西瓜层 Pierberg 西瓜层是夏子在陆地上的唯一亲戚 喜欢生活在潮湿的地方 如树叶下面和带肥坑里 一碰它就塑成一团 看起来像个小西瓜 所以叫做西瓜层 西瓜层不挑食 它们吃烂叶子和靠近地面的叶子果汁 西瓜层爬不高 主要危害植物的小苗 23. 挑藻层 Flee bitter 挑藻层只有芝麻大小 但身受敏捷 挑得高挑得远很不容易榨到 挑藻层最喜欢吃茄子的叶子 因此也叫茄藻 挑藻层对十字花口蔬菜的幽苗 危害也非常的大 特别是甘蓝 挑藻层虽然危害植物 但的人畜无害 24. 蔡青层 Cabbage worm 蔡青层不是北美的本土物种 来自欧洲或者亚洲 因为从亚洲特别是中国尝到美国的有害生物太多了 所以我们把蔡青层上到欧洲的头上吧 蔡青层有两种 一种绿色 一种带花纹 蔡青层只吃十字花口的植物 如青菜 白菜 萝卜 甘蓝 和雪菜 蔡青层的成虫 是蔡粉蝶 春天第一个出来的蝴蝶 是蔡粉蝶 秋天最后一个被冻死的 也是蔡粉蝶 25. 天鹅幼虫 Hornworm 天鹅有很多 但蔬菜为何最大的天鹅幼虫有两种 番茄天鹅幼虫 Tomato hornworm 和燕草天鹅幼虫 Tobacco hornworm 虫子生长的条纹 是V字型的 是番茄天鹅幼虫 在美国南方更常见 虫子生长的条纹 是一字型的 是燕草天鹅幼虫 在美国北方和加拿大更常见 番茄和燕草天鹅幼虫 是我建构的最大的青城 差不多与我的大拇指出息 它们的胃口也特别的大 一夜之间就能将一颗大番茄的叶子 吃得光秃秃的 番茄和燕草天鹅幼虫 是危害茄口之物 它们最喜欢吃番茄 黄姑娘和茄子的叶子 其他的茄口之物 如土豆 辣椒的叶子 也吃 朋友们可能听说过 江苏的一道名菜 豆丹 这豆丹的大青城 是豆天鹅的幼虫 与番茄和燕草天鹅 都是属于天鹅扣的昆城 大家有机会去苏北游碗时 一定要鼓住勇气 闭上眼睛 品尝一下味道 鲜美的豆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光临 测验一时的频道 请分享 请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吻歌文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